那么第一点呢 财富不是金钱 而是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很重要 我们尤其是现在这么一个信息时代 财富的生成方式呢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钱追人远远超过人追钱 如果在穷思维里面呢 他永远不把人当回事 只是把钱当回事 如果有了钱就有了一切 其实你这个思维就是贫穷思维 而在富有思维 富思维里面呢 认为人气就是财气 你看我们这个营销 第一代的营销是卖产品 第二代的营销是卖服务 第三代的营销呢 是卖文化体验 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多人喜欢这个iPhone5啊 因为这个用户体验非常好 一个产品出来就足以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 沟通方式 这个样子这种文化体验的价值 是无穷无尽的财富啊 你看有没有看到这个营销的提升 其实就是一个向内的过程 当我们第一代营销 只是只是卖自己的产品 说这个产品怎么好 怎么好的时候呢 我们只看到物 看到产品 没有看到人 当我们已经超越了产品的优劣 大家产品都好 我建议不能我是卖服务的时候呢 我们就看到了人 要为人 人是主体 为人的尊严 为人提供服务 为人 更进一步呢 要为人提供什么 良好的产品的文化体验 一切产品 它最贵的部分 不是这个物质 而是它上面所承载的 用户的体验 它可以激发用户的 一种独特的 类型深处的情感 这个是价值最高的部分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由物到人 然后到心 它是一个一步一步向内的过程 所以虽然佛法有一些在说 我们有正法时期 有相法时期 有末法时期 我们现在是末法时期 但是其实呢 正法和末法在于心 当我们的心有智慧的时候 当下就是转末法为正法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人类社会一直在进步 我们这个钥匙法门呢 它是很乐观的 虽然整个全人类都认为说 这个石油资源呢 碳面的储量 只够人类使用40年了 但是钥匙法门呢 钥匙佛 它是很乐观的 它认为一定呢 会怎么样 会胆身优秀的科学家 在石油资源耗尽之前 可以找到心理替代能源 所以同样的呢 你看我们的营销 也是一步一步走向内 走向心 照亮心 所以其实呢 我们就这个就是 转末法为正法呀 为正法呀 那么思维空间决定成长空间 比如跨国企业 他们呢 在持续创新 在发掘人的创造能力上 不遗余力 而中国企业呢 大部分的中国企业 都是呢 在另一个方向努力 在不断的降低成本 不断的扩大规模上 竭尽全力 这个就是思维方式的差异呀 思维方式的差异 让我们的企业难以成为 真正的跨国企业呀 所以财富是超越于金钱之外的 财富不是金钱 而是思维方式 第二呢 财富不是目的 而是觉醒自在的生活方式 正如天堂不是目的地 而是快乐满足的生活方式 什么是天堂 不是目的地 而是快乐满足的生活方式 当你实践这种快乐满足的生活方式的时候 当下你就在天堂 当下你就在极乐世界呀 所以呢 同样的呢 一切财富 它都是由自由心灵之中 爆发的创造力而产生的呀 所以最伟大的财富创造 主要不是借助自然资源 而是借助不断涌现的 鲜活的智慧 我们每个人生命的鲜活 智慧不断涌现出来 这个呢 是真正的财富创造的源泉 所以呢 真正财富创造的源泉 就是我们的生命创造活力 和服务社会大众的伟大心灵 比如说乔布斯 乔布斯就像一个能量黑洞一样 他实践了禅以后 开启了禅的智慧以后 他就像一个能量黑洞一样 能够把整个法界 整个宇宙的财富呢 都吸过来 都吸进了 他的苹果产品呢 所以他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用禅开启了 内在生命的智慧呀 第三呢 财富不是知识 而是创造力 而是创造力 那么我们有一个图表 这里面有一个图表 创造力 这个图表呢 它是有个美国人 叫做弗朗西斯高尔 他写了一本书 叫做商业的直觉 说什么呢 他就告诉我们 我们平时呢 来判断万事万物 我们靠什么 我们靠大脑逻辑思维 对不对 但是大脑逻辑思维 对人的智慧的开启 最多最多 用了15%到20% 那也就是说 还有超过80%的智慧 我们是无法挖掘出来的 那有什么办法 要调动直觉的智慧 要把我们直觉的智慧 调动出来 所以呢 这个就是他呢 创造性的 绘制了一个直觉罗旁 来开启直觉的智慧 来开启潜意识的思维 来找到心理解决方案 我们看 北是理性 南是本能 理性思维 本来呢 跟我们的直觉思维呢 它是矛盾的 你要理性思维 站上风的时候 你的直觉思维呢 发挥不出来 所以呢 它要有个方法 把它发挥出来 然后呢 还有你看这个东西轴 东边是结果 就是我们按照理性思维呢 去找到一个结果 事情的结果 但是呢 西边呢 它又是一个游戏 这个呢 跟我们的平时 做事的风格是不一样的 我们认为很严肃的做事 跟游戏呢 就不是一回事 但是呢 这个呢 就告诉我们 我们要用游戏的心态来工作 用游戏的心态来工作的时候 你不是那么一本正经 不是那么古板 不是那么石板 然后呢 你的鲜活智慧就容易发挥出来 所以很多作业的公司啊 它是提供很宽松的环境 让员工的智慧 能够显发出来 用游戏的心态来工作就对了 所以呢 把这个 然后我们再来看 这个西南轴 西南轴呢 就是本能跟游戏之间 那就是我们的创造力 创造性 能够激活出来了 西北轴呢 就是理性跟游戏之间 就是我们的愿景 我们要有良好的愿景 像彼得圣吉 第五项修炼所说的愿景呢 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公司 它的文化 它首先要用愿景来凝聚人性 然后呢 这个东北轴可行性 这个就是在理性思维这个层面了 理性思维要做事情要得到一个结果 我们要有可言报告 可行性的报告 然后呢 这个结果与本能之间 就是它的四销性 它的销路怎么样 资金怎么回笼 等等 这个商业的直觉呢 讲了很多很多种用法 还有讲了好多种 好多种国际名牌产品 为什么会成功 因为它用了这个直觉罗旁 然后又讲了英国和法国 联合研制的一种飞机 超音速飞机 后来为什么会失败 都是用了这个直觉罗旁来解说 我们不展开来说了 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 直觉的大佬是一件极其珍贵的礼物 理性的大佬是一个忠实的仆人 而我们创造的这个社会 总是推崇仆人 却忘记了礼物 我们总是忘记了直觉的智慧 我们总是崇尚理性的智慧 其实呢 我们内在的智慧就开启不出来呀 所以我们通过禅力实践 就能够在禅修之中 开启直觉的智慧 你看像道生和夫啊 像松下兴致住啊 都会倡导他们公司的 员工要形成一个制度 去试验禅修 为什么 因为禅修的时候 理性思维呢 降低了 而直觉智慧呢 容易激发出来呀 第四呢 就是财富不是物品 而是能量 很多人认为财富呢 就是拥有很多物业 很多地产 很多公司 但是其实呢 财富不是物品 而是能量 美国有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 戴维霍金斯教授 他经过了三十多年的研究 就发现了 人的每一个念头呢 都是有能量级的 你负面的念头 负面的情绪 它的能量是很低的 比方说你很后悔 这个能量级可能就才二十 然后呢 这个你的勇气 勇气呢 它的能量就是两百 然后呢 大爱 对众生的这种 无边的爱心 这种大爱 它的能量级呢 就是五百 等等 它有经过了三十年研究 它把人类的各种各样的念头 正面的负面的情绪 都呢 这个看到了它的这个能量级 他就发现了 当人的能量级 在两百以下的时候呢 它就会开始丧失能量 它就会开始越来越消沉 它就会开始呢 越来越依赖环境 越来越失去主动性 越来越失去判断力 总容易受环境影响 总容易受别人的言语呢 所左右 而当心智能量级 达到五百的时候呢 就匆忙了大爱 而当一个人的能量级 达到了七百的时候呢 就接近开悟了 而一个开悟的禅师 它的能量级能够达到一千 并且来说呢 一个能量级七百的人 它就相当于七千万个能量 能量级低于两百的人 刚好能量平衡 就是说如果有七千万个人 它的能量级都低于两百 它总容易受环境影响 总容易呢 失去主见 左右摇摆 总容易生起负面情绪 总容易呢 生起怀疑困惑 总容易贪婪 愤怒 这个样子有七千个人 它的能量级呢 跟一个能量级达到七百的人 这个能量是平衡的 那么它就有测试过 2006年呢 全世界有百分之七十八的人 能量级处在两百以下 那么每一年都会有变动 我看了一下它那个研究成果 都是在两百上下浮动 有时候两百零几等等 那么 然后呢 它就做了一个观察 观察呢 这个特雷沙修女 那么在一九七九年的时候呢 一辈子都在印度的加尔各达 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印度的穷人 那个伟大的修女 特雷沙修女呢 她得到了若贝尔和平奖 那么一九七九年呢 她就到了瑞典去领取若贝尔和平奖 她就问那个主办单位 说你颁奖之前的这个晚宴呢 请多少人吃饭 当她得到 当她知道 只是花那么多的美金 只是请一百多人吃晚宴的时候呢 她就说不如这个晚宴取消吧 你把这个美金 举办晚宴的美金给我 我呢 你这个只能够过一百多人吃 我能够够一千人在印度 那么穷的国家 能够够一千人吃一年 然后呢 她得到若贝尔和平奖以后 她甚至于把奖杯都卖出去 然后变换成钱去帮助穷人 所以这个真正是无私的大碍 一个人做慈善 做到这样子的程度 不管她信仰什么 虽然看起来她是天主教的修女 其实我们就说她就是菩萨呀 她就是觉悟的圣者 然后这个教授呢 这个霍金斯教授呢 他就有观察 他就很冷静地在旁边观察 然后呢 也看到了当时的报道 报道说呢 当特雷沙修女走进颁奖大厅的那一瞬间 所有的人心中都充满了幸福和宁静 所有人心中她原来的那种烦恼 那种妄言都不能起来了 为什么 因为特雷沙修女 她的这个能量级是700以上了 所以她到了一个地方以后 整个地方的人大家都觉得怎么样 都觉得很快乐 都觉得很幸福 都觉得心很宁静 那佛教里面说加持 其实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能量级的提升了 你的能量级不够高的时候 你把手伸出这个人的加持 那笑死人了 骗人骗鬼 所以呢 霍金斯教授就认为呢 修女的能量 修女的能量级呢 达到了700 所以其实我们要修 修炼的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能够 能够让更多的财富 向我们飞过来 因为我们的能量提升了 对不对 我们的能量极高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真正要修炼的是什么 我们在走向财富自在的过程 这个就是修行的过程 这个就是开悟的过程 为什么 因为你要不断地照亮内心 你要不断地摆脱财富 金钱对你的诱惑 你还能够做出独立判断 还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 还能够拥有更广大的爱心 这个是不容易的 有一个企业家呢 他去请问一个哲学家 他说哎呀 教授啊 我最近呢 怎么觉得心里面总闷闷不乐 我为什么开心不起来呀 我事业一方分顺呢 我钱也越占越多啊 但是为什么我不快乐呢 然后哲学家呢 就跟他说 你来 你跟我来 然后带他呢 站到窗户边上 然后透过窗户的玻璃 看着大街 然后问他 说你看到什么了 这个企业家说 我看到街上熙熙然然 有很多人 好了 哲学家呢 又跟他说 来你来 你再跟我来 然后又带他到穿衣镜面前 一个立地的穿衣镜 然后呢 叫他看着这个穿衣镜 说你看到什么 然后这个企业家说 我看到我自己 然后呢 这个哲学家就启发他说 说你看看 当玻璃的背后呢 没有这一薄薄的一层水银的时候 没有这薄薄的一层银子的时候 你能够看到大家 而当你有薄薄的一层银子的时候 你连所有的人 你都看不见 只看到你自己了 所以银子蒙蔽了你的眼睛 人也是如此 你忙于自己的事业的时候 要记得这个哲学家的这个比方 这个预言 你不要被薄薄的一层银子 蒙蔽住你的眼睛 你要看到人间有苦难 你要看到众生有疾苦 你要有更广大的慈悲心 你不要用自私的 执着的心来赚钱 就像我们南普陀寺园那的老和尚 庙赞老和尚一样 老和尚他在你命中时 最后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老和尚将要离开这个世间了 他休闲一辈子 很安详很自在 将要离开这个世间了 然后呢 弟子们请求他留下最后一句话 最后一句开始 老和尚就说了一句话 勿忘世上苦人多 不要忘记这个世界上 还有很多很苦的人 我们可以看到老和尚 他这就是菩萨的发心了 他这一辈子都是在践行 这个都是在做慈善 都是在见识安生 都是在弘法力生 他到最后的时候 他的心都还是菩萨的心 还是大悲心 最后他的心声就是 还是告诫我们 不要忘记这个世界上 还有很多受苦受难的人 还有很多贫困的人 还有很多生活不如意的人 还有很多没有开启 内心智慧光明的人 所以呢 我们要行菩萨道 我们要义不容辞 责无旁贷地去传递 禅的智慧 佛法的智慧 来照亮这个世间 要力所能及地 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去帮助众生 帮助众生照亮内心 这个才是真正的慈善 所以呢 真正我们要修炼的是 让高能量级的念头 更多地来主持大局 更多地来主持我们的心 而不要让那些能量级 在两百以下的念头 来主宰你自己 所以当你大脑里面 冒出很多念头的时候呢 你要绝招 你要观察 这个念头 他的能量级 是在两百以上吗 还是两百以下 如果他是勇气 他是大爱 他是智慧 他一定呢 是很高的能量级 你要让这样子的 高能量级的念头 来主持大局 来主持你的头脑 主持你的起心动念 然后呢 你就会一天一天 你走向觉悟 走向成为菩萨 像六祖大师所说的 无念为中 无相为体 无助为本 无者呢 是无足成劳之念 念者呢 是念真辱自信 没有成劳的念头 没有妄想的念头 念念呢 都是觉醒力 念念都是智慧和慈悲 这个样子 当然你的能量级 会越来越高啊 然后第五呢 就是走向财富自在 就是不断深入 认识自己的过程 我们迈向财富自在呀 就是不断地深入 认识自己 财富并不是目的 财富是一张通行证 从此以后呢 你有了自由 你可以进入到 人生幸福的旅程 财富是一艘船 你拥有了 你创造了财富的时候呢 这艘船 它就可以承载着你 让你不断地呢 可以扬帆出海 可以畅通无阻地去探索 生命这个最大的保障 所以财富它是通行证 财富它是船 船票 让我们可以在生命的大海里面 扬帆出海 去探索生命的 自信功德保障 财富保障 所以古希腊的神庙呢 古希腊的责任呢 在古希腊的神庙的十柱子上 刻了一行字 我们都知道 就是认识你自己 那么两百多年以前的 德国大哲学家 天文学家康德 康德呢 生于1724年 他16岁呢 就读大学了 他就说 他这一生呢 研究哲学 就探讨四个问题 第一 归结起来呢 其实就是探讨什么 探讨 我是谁 未生我前 谁是我 生我之后 我是谁 我们看那个顺治皇帝 出家诗迹 也是有两句话题 古希腊 德人都会在探讨 我是谁 归纳起来 这个四个问题 都是回到这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能知道什么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我能做什么 第三个问题 是我能希望什么 第四个问题就是 人是什么 康德说呢 他这一辈子研究哲学 这一研究 就探讨这四个问题 康德的哲学思想 集中起来 我们知道 就是集中在三本书 三大批判啊 第一本书呢 是纯粹理性批判 就回答了第一个问题 我能知道什么 康德很冷静地知道 我们能知道的是很有限的 第二本书呢 就是实践理性批判 就回答了 我能做什么 第三本书 就是判官的批判 就是为前两者来架设通道 架设通路 你看实践理性批判 纯粹理性批判和判官的批判 康德的主要哲学思想 就集中在这个三大批判了 那么他对于第四个问题 人是什么呢 康德认为自己还无力解决 很理性 很客观 很冷静 这样子一看我们中国的 禅宗这些祖师就了不起了 你看禅宗的祖师禅 不单是讲感性认识 理性认识 你看康德 他达到了理性认识的最高峰 但是呢 他再也不能往前进了 而禅宗的祖师禅 能够当下明星见性 动物成活 不是吹牛啊 他的认识认基础就是什么 除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之外 他能够超越 你看我们判断万事万物 无分是四种判断 对不对 我们用大脑来思维的时候 就是 是不是 然后呢 就是肯定 否定 还有一种呢 就是不定 然后呢 就是自想矛盾 是又不是 然后呢 非是非不是 是不定 除了这个四种判断 你还能做出什么判断 理性思维的极点 他就只能够是做四种判断 肯定 否定 不定 自想矛盾 其他再没办法做呢 怎么办 禅宗的祖师就突破这个 从未定离世拒绝百飞呀 进入到什么 进入到悟性认识 你看我们四组开始 你看我们五组开始六组 怎么样 要实至本性 见至本性 记名 大丈夫 天人师 佛 所以可见呢 禅宗主 世上他能开悟啊 他除了这个理性认识之外 他超越以后 打破以后 更进一步有悟性认识 有自性认识 所以呢 开启了生命 智慧的宝藏 能够明信 见信 能够顿悟成佛 所以我们历代的那些祖师 都是能够实至本性 见至本性 开启生命 见信 智慧的人 大丈夫 成为了生命的主人 孝傲生死 生死自在 财富自在 这个样子呢 是真正的智慧呀 所以说呢 我们说走向财富自在 就是不断地深入认识自己 一直到明心见信 然后 这个是第一种 实现财富自在的方法 智慧 智慧不是简单的那种数 好像我们用一些技巧 技能去赚钱 不是这个样子 是见信的智慧 是生命的智慧 第二呢 就是慈善 慈善能够成就 财富自在呀 信量越广大 慈悲心越广大的人 他呢 越能够福报越大 财富呢 越自在 我们这有一种药 在广东 在福建都很通用 很多种用途 就是那个 骗载管啊 骗载管呢 它最早是 福建 庄州圣行的民药 这个药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药啊 是因为一个老和尚 有慈悲心而得来的 那个我们虚运老和尚 他的师父是 妙连老和尚 妙连老和尚 有一次惊醒的时候 看到一条蛇受伤了 老和尚就很慈悲 就救治这条蛇 一直到这个蛇康复了 蛇伤好了 这个蛇呢 很有灵性哦 他就为了报恩啊 就从山里面呢 咸来了很多的药草 来送给老和尚 老和尚呢 就依靠这些药草 来研制出来 骗载果 这个是因为慈善的缘故 有了慈悲心 一定呢 就能够成就财富自在啊 第三呢 就是愿力 能够成就财富自在 我们有了智慧 有了慈悲心 还需要有行动力 对不对 我们需要有愿力啊 愿力能够成就财富自在 我们也讲一个 释迦摩尼佛的音地 本身故事好了 释迦摩尼佛音地的时候呢 他做菩萨的时候啊 曾经呢 到一个国家去教化众生 而这个国家呢 很不幸 突然之间呢 就发生了饥荒 颗粒无收啊 大旱了半年 颗粒无收 整个国家都处在一个饥荒状态 然后呢 福无双至 祸不但一行呢 很不幸的 这个国家呢 饥荒之后又爆发了瘟疫 大面积的瘟疫 那很多人呢 都死掉了 那这个菩萨呢 看了以后 内心忧急如焚啊 忧心如焚啊 很着急 但是想不出什么妙法 来帮助众生消除饥荒 消除瘟疫 然后菩萨就怎么办 他就来到大海边 然后就对着大海 对着法界来发愿 说 愿我呢 牺牲我今生今世的命 然后愿我能够转身成为一条大鱼 然后呢 愿众生吃了我的鱼肉呢 能够消除饥饿之苦 更重要的是能够消除瘟疫的病苦啊 这样子的发了愿以后呢 菩萨就跳到海里面 因为愿意的缘故呢 他真的是转身成为一条巨大的摩羯鱼 非常非常巨大 然后成了长潮的时候呢 这条鱼呢 就游到了沙滩上 退潮的时候这个鱼不动 所以呢 他就搁浅在沙滩上了 老百姓一来呢 看到了一条巨大的鱼很高兴 正是饿得慌 所以呢 马上呢 就拿刀来割这个鱼的肉吃 然后一船十 十船百 百船千万呢 整个国家的老百姓呢 都过来割这个鱼的肉吃 然后这个菩萨化现的鱼 菩萨用愿力成就的 为了帮助众生而成就的 为了 那这条鱼啊 他为了呢 消除众生的瘟疫 而变现出来的一条鱼 就怎么样 这个时候很痛苦 因为众生都在割他的肉啊 这个时候他要死去很容易 他要活着很难 要活着的话 因为一直要挨受这个割肉之苦啊 但是菩萨呢 以愿力 一直呢 都忍受着这个割肉之苦 他就想着 如果我死了 这个肉会腐烂 如果我死了 那么呢 这个鱼肉吃完了 如果还有老百姓 还没有吃到的话 他们也会饿死掉 或者病死掉 所以呢 他就以愿力支撑着 用自己的菩萨的怨恨 支撑着自己的生命 不要结束 当老百姓把鱼的一面的身体 的鱼肉都割光的时候 就会去割另一面 割另一面的时候呢 菩萨发现的鱼呢 就会把这一面的鱼 再重新长出来 这样子一直一直交替循环 当整个国家几百万人 都消除了瘟疫 都消除了饥荒的时候呢 菩萨才舍弃这条鱼的生命 很多人看到这样子的 释迦摩尼佛的本身故事呢 他就觉得 哎呀 这个不可能吧 神话吧 不是了 我们前面讲了能量 对不对 世间的一切都是能量 所以爱因斯坦说 物质世界只是一个幻觉 时间和空间也只是一个幻觉 世间的一切都是能量的生命而已 能量的聚散而已 所以我们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明白 释迦摩尼佛因地 他的愿力为什么这么厉害 因为他发愿的时候 他说 让我转身成为一条鱼 然后能够消除老百姓的饥饿之苦 病苦之苦的时候 他的愿力就是在 呼唤整个宇宙 整个法界的能量重组 你想整个法界的正能量 当然就足以消除一个局部 众生因为业力而遭感的瘟疫 一个小地方局部 世界的宇宙的一个局部 小地方 众生因为供业 所以遭感了瘟疫 那么当我们把整个宇宙的正能量 都召唤过来的时候 当然就足以转化它 就足以消除瘟疫 所以愿力很重要 愿之所在 法门之所在 我们看一切佛 一切佛成佛 他的法门的特色 都在他的愿力上 要是佛 十二大愿 释迦牟尼佛 在大碑白莲花经上面 所发的五百大愿 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等等 愿之所在 法门之所在 愿力就是法门的精髓 所以愿力就能够成就财富自在 为什么因为愿力就能够互换 整个法界的正能量 来召唤他们重组 好了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把这个第三部分讲圆满了 接下来就是第四 财富自在与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那么分为三块来说 第一呢就是个人的财富自在 第二呢就是团体的财富自在 第三呢就是国家的财富自在 个人的财富自在 我们前面已经探讨了很多了 那么团体的财富自在 比如说一家企业 企业怎么能够实现 能够达到一个财富自在的状态呢 当然首先重要的是什么 是企业文化 小企业靠老板 中等企业靠制度 大企业靠文化 这个大家都耳熟能详都知道 但是这个企业的文化 他怎么样子来 怎么样子建立 当然一定离不开什么 离不开文化发展战略 所以企业的文化发展战略 是最重要的了 所以其实呢我会推荐大家看一本书 就是当今世界最优秀的战略思想家 明词伯格所著的战略历程 他就把企业的管理战略的十大学派呢 都综合起来 介绍了 非常龙书啊 智慧的龙书丸 十大学派也就是设计学派 计划学派 定位学派 这个三派呢 是从整体上来说明战略 然后呢 企业家学派 认知学派 学习学派 权力学派 文化学派和环境学派呢 这个六派呢 就是侧重于描绘文化战略的 制定和执行过程 最后的结构学派呢 是其他学派的综合 这本书应该不容易看 他把整个全球的这种 这种这种文化战略呀 的学派都融合起来 你要看懂这本书 起码要找十八二十本书来看 那但是呢 值得看 那么我们时间关系不展开来说 第三呢 就是国家的财富之战 财富的力量很巨大哦 你看历史上欧洲那些国家 互相打 是普共戴天的世仇哦 法国打英国 德国打法国 打来打去你看 打个不停 但是你看财富的力量有多大 财富的力量足以让法国 德国这些以前是不共戴天的世仇 这样子的国家因为经济的缘故 为了利益最大化的缘故走到一起来 成立了欧盟 发现了欧元 这个是经济的力量 这个是财富的力量啊 那么呢 我们的啊 这个财富自在呢 一定离不开整个世界 离不开全球 一个国家 它的发展也一定呢 离不开全球 因为在这么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里面 所以我们啊 这个国家的财富自在呢 一定要立足于整个全球的角度来看了 比如说你看 美国它的国家活力 可以通过它的三次货币革命呢 可以看到啊 它能够在不同的资本主义阶段 围绕着美元霸权 货币体系 来进行三次货币革命 第一个呢 是在产业资本主义的阶段 建立了美元和环金挂钩的体系 在这个阶段呢 美国一举击败英国的霸主地位 成为世界的霸主啊 然后呢 在金融资本主义的阶段呢 建立了美元和石油挂钩顶 技价的机制 然后现在呢 在生态资本主义阶段呢 它建立了碳 碳和美元挂钩顶呢 技价的机制啊 那么呢 所以呢 它这个 全世界都以美元作为货币 作为 兑换的一个主流货币啊 可以看出它的这个 国家的活力 那么第二点呢 我们看国际分工体系的大调整 原有呢 是一个三角形的国际分工格局 现在呢 被两个支点的分工格局呢 所替代了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呢 世界的经济形成了 一个三角形 有一些国家是资源国家 有一些国家是生产国家 有一些国家是消费国家 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形 所以全世界的经济呢 繁荣了二十几年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一直到零八年 次贷危机爆发 这是一个三角形的国际分工体系啊 一个格局 资源国家 你看像澳大利亚 像俄罗斯 像海湾那些石油国家 他们提供资源 生产国家 你看像德国 像日本 像中国 像韩国 这个都属于生产国家 消费国家 你看像美国 像英国 美国他只要掌控金融 这个最高端 然后呢 超前消费 然后呢 又用发行美元债的方式呢 中国买他的美元债券呢 他要把美元 这个收回来 把财富收回来 这样子呢 他是一个消费国 还有英国 英国他的金融 现在不是他本国 他的金融主要是提供一个平台 为那些海湾石油国家 提供金融服务 然后呢 他就形成了一个稳定的 一个经济生态链 所以呢 算全球有了二十多年的 一个经济增长 但是呢 因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呢 这个平衡被打破了 未来能够主导国际分工的 只有两类国家 一类呢 就是拥有稀缺资源的国家 像我们中国的那个稀土资源 占到全球的80% 这个是很重要的了 掌握了这个稀缺资源 就掌握了世界的未来呀 第三类呢 就是掌握低碳技术的国家 第三个呢 就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大调整 低碳经济将会成为 新的经济增长的引擎 过去呢 世界经济的增长方式是 高碳增长模式 新兴的经济体呢 大量的来消耗化石能源 来消耗石油 那么眼下呢 因为次代危机的爆发 我们看到这种方式不可为继啊 难以为继啊 所以要能够转变为 清洁能源 核能啊 太阳能啊 风能啊 这些呢来作为经济增长的基因 所以我们看最近的新闻呢 李克强总理呢 亲自兼任国家能源委员会的主任 好几位副总理呢 都是兼任国家能源委员会的副主任 那就可见国家层面 国家战略层面呢 对能源的注重 那么其实呢 这个是整个全球的一个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大调整 我们如果走在前面呢 当然我们能够迅速保持这个发展势头啊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呢 就曾经说过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 那么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 无论他们打伊拉克也好 打利比亚也好 本质上都是为了石油嘛 如果你控制了粮食 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如果你控制了货币 你就控制了整个世界 那现在呢 我们其实可以加以就是什么 如果你控制了稀有金属 你就控制了世界的未来 世界的未来 所以呢 这个是从国家层面呢 讲国家的财富自在 其实我们中国上古的这个四书五经呢 有很多关于国家实现财富自在的教导 我们看大学 我们有引诱一段 大学 道德重则德国 施重则施国 是故君子先圣乎德 有德此有人 有人此有土 有土此有财 有财此有用 德者本也 财者目也 是故财聚则明善 财善则明聚 身财有大道 生之者重 实之者寡 为之者吉 用之者疏 则财痕足矣 忍者以财发生 不忍者以生发财 大学呢 是孔子的学生 曾子 他所写的心得论文 他学习孔子的思想 他的心得论文就集中在大学这篇文章里面 而中庸呢 是曾子的学生 也就是呢 孔子的孙 子思 所写的心得论文 这个当然是常识 大家都知道 那我们从宋代开始呢 就把编读到礼记里面的这个两篇大学中庸啊 这个两篇文章的抽出来 就与论语与孟子呢 就合起来 合成为四书 作为根本的典籍 那么偶艺大师的四书禅解 上面有一个非常透彻的开始 他解释这个文章的题目 大学 什么是大学呢 大者心也 学者绝也 学习心的觉悟 就是大学 我们现在的大学是符合这个标准吗 不符合了 我们的大学不管你怎么搞 你就考到博士后 你还是积累了很多知识而已 你的心觉悟了吗 没有了 不是了 所以我们的大学其实不符合这个大学的定义啊 心的觉悟才是大学 心的解放 心的生命的觉醒才是大学呀 你看开悟的主持就是不同啊 两句话就把问题说清楚了 大者心也 什么东西最大 心最大 青包太虚 亮周法界呀 学呢 学什么 学觉悟啊 所以 学习觉悟才是真正的大学呀 我们来看这段好了 得众 道得众 则得国 师众 则失国 能够得民心就得天下呀 如果能够我们能够悟得大道呢 那么生财就是大道 财富自在 也是大道 所以我们一直讲 走向财富自在的过程 就是开悟的过程 所以呢 偶尔大师说啊 若物大道 则生财 亦大道 不予大道之外 别伤 生财 亦 不是另外有一种伤道 不是另外有一种商业智慧 能够让你生财 能够让你增长财富 这个本身就是大道 就是让你觉觉醒 就是让你见性的大道 用人理财是凭天下药物 要用好人 要理好财 要选对人 要呢为天下来理好财 这个是凭天下的药物啊 皆以圣德为本 圣德是先物性体 用人是智慧庄严 理财是福德庄严 偶尔大师就把这个话就说透了 把这一段就解释透了 圣德是什么 要先物得我们的心的本体 然后呢 才显现智慧庄严 福德庄严 用人是他的智慧庄严 理财呢 是福德庄严来庄严国土 来利乐友情 来建设一个美好的世界 物质丰富的世界 所以说这个大学上说啊 引用楚书 楚国无以为宝 为善以为宝 那个 什么是宝贝呢 善心是宝贝 善心是真正的宝贝 人则以身 以财发生 就是呢 懂得人道的人 懂得人意理智性的人 乌拉大道的人 他呢善于运用财富 就可以呢 发展一生 能够扩展开来 成就呢 功名事业 成功能够呢 兼济天下 所以说呢 这个叫以财发生 不失财富 来救济众生 不失财富 来安天下 不仁则以身发财 不懂得人的人 不懂得大道的人 没有明星见性的人 他只是以他本身的能力 来赚钱 拼命奋斗 来求取发财 所以说呢 以身发财 他这一辈子啊 为了得到外在的财富 而失去了他内在的 心的宁静 他的心越来越麻木 越来越迟钝 越来越没有爱心 这个样子呢 是失败的呀 是以身发财呀 从修行上来说呢 以财发生 就是修六度 称性 而起 原因佛性 我们在不失财富的时候 你看菩萨的六度 四色都以不失度 为先 以这个样子呢 作为原因佛性 来启发众生 让众生呢 跟众生与佛法 接下一个因缘 一个解脱的缘 然后呢 开简他的本具佛性 正因佛性 然后成就了因佛性 圆满成佛 这个事呢 以财 发生了 以财发生了 而以身发财呢 就是 去修那些有漏的善法 虽然说得到人天福报 但是呢 还是藏在绅士轮回之中 广子呢 广众呢 他的著作呢 就称之为广子 广子上面说 凡治国之道 必先复明 明父则亦自也 明平则难自也 老北先富有了 这个国家荣义治理啊 所以我们的中国梦 我们的注重名声 其实呢 都是 希望能够 复明强国啊 是以 善为国者 必先复明 然后自知 广众是个 很了不起的人哦 他就辅佐了 齐桓公 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五霸之首啊 所以有一些西方的管理学家呢 认为中国没有管理学 其实不是了 广子 就是世界上最早的管理学 那么他对于怎么样子去创造财富 怎么去实现一个国家的财富自在 有很多精辟的论断 怎么去管理一个国家 齐国的霸权地位 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 建立在财富丰族的基础之上 财富丰族是有什么来的 是因为广众呢 提供了很多很好的建议 比方说煮海盐 煮海水来煮出盐来 来卖给其他国家 国家专营 齐国呢 政权专营 这个是一个最早的呢 盐铁钻卖权呢 然后让国家呢 非常富有 非常兴盛 孔子呢 讲到管理的时候也说过啊 君子慧而不废 劳而不愿 欲而不贪 太而不骄 威而不猛 这个五句话 孔子用这个五句话 这么管理知道就说得很透彻了 慧而不废 就是呢 施以恩惠 而不浪费 对人呢 对部下 对员工 对属下 要施以恩惠 而不浪费 惠而不费 劳而不愿 让手下的人呢 努力工作 而让他们又没有怨气 很体贴他们 很关心他们 劳而不愿 欲而不贪 激发每一个手下都敢于去创造财富 追求利益 而不贪婪 这是欲而不贪的 态而不骄 心情很平和 很淡定 但是呢 不骄傲 不骄慢 取得成就的时候 没有傲慢心 没有骄慢心 威而不萌 表情呢 很庄重 很威严 但是呢 并不凶猛 这个样子呢 用五句话呢 叫做自人之术 管理之道呢 说得很透彻了 管理之术呢 这样子做到这个五句话 就是恰到好处了 那这样子呢 实现财富自在 我们再看最后的五 就是禅与财富自在 其实呢 广义的财富呢 不单单是指物质的财富 更是指精神财富 更是指灵性智慧财富啊 那其实呢 我们走向财富自在的四个阶段 就是禅修的过程 禅者的修行有三层境界 第一个呢 就是孤丰独树 就像我们百丈淮海禅师说 独坐大雄风啊 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独立 这样子的一个呢 胸怀 是觉悟大到以后的生命 自我满足的状态 真正的满足 因为真正的误导了自己本质圆满 自己的性德 本质圆满 不需要外求 凡夫呢 因为心理学上的投射的原理 总认为自己现在不够有智慧 不够有财富 所以呢 投射到未来 希望有一个更美好的 更圆满的未来 但是这个可以实现吗 不是了 成就在当下 圆满也在当下 自信本质具足 你首先要误导你本质具足 不是向外求 当你向外求的时候 你就脱离了你这个生命的本体啊 西方哲学讲局部组成整体 东方哲学讲整体组成整体 每一点都是全息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整个的法界 都是圆满具足的 当你认为你有局限的时候 你就跟你的这个性德 跟你这个完整的性德就割裂开来了 你自己把自己切开了 所以呢 整体组成整体啊 一切都是全息的啊 那然后呢 觉悟了以后呢 他得到了这个样子呢 知道本质具足 所以呢 心灵有巨大的力量 心灵力量呢 获得了 这个样子呢 是称为孤风独树 第二个阶段呢 就是利处皆真 就是安住 安住 第一个是独立 真正的独立 摆脱了环境 不受环境的控制 不受他人的影响 真正的独立 利处皆真的就是安住 能够从二元对立的状态之中解脱出来 能够从能所对立之中解脱出来 能够从分别念之中解脱出来 像灵济异玄禅师所说的啊 随处做主 利处皆真 利处皆真 这个是禅的心法呀 能够随处做主 能够利处皆真 那么你真正的展现了生命的自战 生命的财富 第三呢 就是做牛做马 就是奉献 就是呢 自己觉醒呢 要为大众觉醒 所以呢 甘于奉献 看我们这个牛头三法 荣禅师就是如此 他没有得到 世主道姓禅师度化以前呢 他禅定啊 功夫很高 清元献果 百鸟咸花 清元都来献果实来供养他 百鸟都咸花来装严他 但是呢 他得到世主道姓度化以后呢 他反而没有什么神通了 他也不禅修了 他每一天都下山去悲蜜 来供养大众的道粮 为什么 因为他见性以后呢 他的大悲心呢 是帮助一切众生都要觉醒了 所以欲为诸佛龙下 先做众生马牛 有这样子的心来做慈善 来奉献 我们讲一个 最后呢 讲一个禅的公案好了 我们可以知道呢 我们的性德 本质具足 我们生命的财富呢 是本质具足的 所以呢 是能够真正悟道 就是真正的能够财富自在呀 有一天呢 我们马祖道义禅师的三位 最得意的上手弟子啊 都陪着他赏月 刚好是一个八月十五中秋的夜晚 西唐智障禅师 百丈淮海禅师 南全普愿禅师 他们呢都服侍着 马祖道义禅师 一起来欣赏中秋的明月 那马祖说呢 正特末时日如何 西唐曰正好供养 百丈曰正好修行 南全福秀便去 马祖云 金入藏禅归海 唯有苦愿 独操物外 其实 就是说什么呢 对于那个障碍很薄的人啊 他的晚上啊 一轮明月 欣赏的时候 整个法界都很安静 很和谐的时候 很光明交接的时候呢 他的信德 他会显现出来 自信的光明会显现出来 嗜欲深者天机浅啊 嗜欲浅者天机深 对那些障碍宝的人呢 他的自信的德能 自信的智慧光明会时时显发出来 尤其是在这样子的环境的时候 或者说呢 在海边 我们看到蓝天白云的时候 很宁静 很自在的时候 都是呢 我们的本觉智慧呢 他直接显现显露的时候 我们比较容易体会到 这种超越能锁的本来面目 所以呢 马祖大使他所问的呢 就是本觉智慧显现的时候 你们要如何 你们要怎么办 西唐至战禅师呢 就说正好供养 来供养我们自身不离的佛性呢 这个当然对不对 当然对 他也是见性的禅师嘛 但是呢 他这个与经教比较接近 修共样 是属于跟教下比较近 所以呢 他的师父评判说 经归障 经教归智障 归西唐智障 禅归海 淮海禅师说正好修行 这个符合禅宗 禅宗呢 是重视行胜于言的 重视你要用行动 来显露你的证物 因为语言一说呢 就掉入到相对法了 就有能说了 所以呢 正好修行就体现了禅的特质 所以说呢 禅归海 禅的心法归百战淮海 南全普愿禅师 他更利落 他直接的拂袖而去 根本就不把 这个本心显露 当个东西 当回事 事实上呢 这个就是能所脱落的 更利落 更干净 更干净 所以呢 他的师父赞叹 他说 唯有普愿 独超物外 这个赞叹是无以复加的 唯有南全普愿 他超越能所 他是呢 最究竟 最彻底 一点啰嗦都没有 一点扎子都没有 一点脱泥带水都没有 独超物外 所以呢 愿我们大家都能够开启禅的智慧 让禅的智慧照亮我们的心 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 成就人生境界的富贵雅爵 开启我们内心的智慧 生命不断地提升 走向觉醒 这样子我们这个生命才最有价值啊 然后呢 成就财富自在 创造财富 然后呢 管理财富 运用财富 然后呢 生命本身就是财富 祝愿我们的国家呢 更加繁荣兴盛 祝愿世界和平 祝愿大家呢 福慧真上 六十吉祥 与佛呢 心心相应 佛陀念花 我们会心一笑 大家吉祥 阿密特朗 那么第一点财富不是金钱 而是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很重要 我们尤其是现在这么一个信息时代 财富的生成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钱追人远远超过人追钱 如果在穷思维里面 他永远不把人当回事 只是把钱当回事 认为有了钱就有了一切 其实你这个思维就是贫穷思维 而在富有思维 富思维里面认为人气就是财气 你看我们这个营销 第一代的营销是卖产品 第二代的营销是卖服务 第三代的营销是卖文化体验 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多人喜欢这个iPhone5 因为这个用户体验非常好 一个产品出来就足以改变 人类的生活方式 沟通方式 这个样子 这种文化体验的价值 是无穷无尽的财富 你看有没有看到 这个营销的提升 其实就是一个向内的过程 当我们第一代营销 只是卖自己的产品 说这个产品怎么好 怎么好的时候呢 我们只看到物 看到产品 没有看到人 当我们已经超越了产品的优劣 大家产品都好 我进一步呢 我是卖服务的时候呢 我们就看到了人 要为人 人是主体 为人的尊严 为人提供服务 为人 更进一步呢 要为人提供什么 良好的产品的文化体验 一切产品 它最贵的部分 不是这个物质 而是它上面所 承载的用户的体验 它可以激发用户的 一种独特的 类型深处的情感 这个是价值最高的部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由物到人 然后到心 它是一个一步一步向内的过程 所以虽然佛法有一些在说 我们有正法时期 有相法时期 有末法时期 我们现在是末法时期 但是其实呢 正法和末法在于心 当我们的心有智慧的时候 当下就是转末法为正法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人类社会一直在进步 我们这个钥匙法门 它是很乐观的 虽然整个全人类都认为说 这个石油资源呢 碳面的储量 只够人类使用四十年了 但是要是法门呢 要是佛 它是很乐观的 它认为一定呢 会怎么样 会膽生优秀的科学家 在石油资源耗尽之前 可以找到心理替代能源 所以同样的呢 所以同样的呢 你看我们的营销 也是一步一步走向内 走向心 照亮心 所以其实呢 我们就这个就是 转末法为正法呀 为正法呀 那么思维空间决定成长空间 比如跨国企业 他们呢 在持续创新 在发掘人的创造能力上 不遗余力 而中国企业呢 大部分的中国企业 都是呢 在另一个方向努力 在不断的降低成本 不断的扩大规模上 竭尽全力 这个就是 思维方式的差异呀 思维方式的差异 让我们的企业 难以成为真正的跨国企业呀 所以所以呢 财富是超越于金钱之外的 财富不是金钱 而是思维方式 第二呢 财富不是目的 而是觉醒自在的生活方式 正如天堂不是目的地 而是快乐 满足的生活方式 什么是天堂 不是目的地 而是快乐满足的生活方式 当你实践这种 快乐满足的生活方式的时候 当下你就在天堂 当下你就在极乐世界呀 所以呢 同样的呢 一切财富 它都是由自由心灵之中 爆发的创造力 而产生的呀 所以最伟大的财富创造 主要不是借助自然资源 而是借助不断涌现的鲜活的智慧 我们每个人生命的鲜活智慧 不断涌现出来 这个呢 是真正的财富创造的源泉 所以呢 真正财富创造的源泉 就是我们的生命创造活力 和服务社会大众的伟大心灵 比如说乔布斯 乔布斯就像一个能量黑洞一样 他实践了禅以后 开启了禅的智慧以后 他就像一个能量黑洞一样 能够把整个法界 整个宇宙的财富呢 都吸过来 都吸进了 他的苹果产品呢 所以他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用禅 开启了内在生命的智慧呀 第三呢 财富不是知识 而是创造力 而是创造力 那么我们有一个图表 这里面有一个图表 创造力 这个图表呢 它是有个美国人 叫做弗朗西斯高尔 他写了一本书 叫做商业的直觉 说什么呢 他就告诉我们 我们平时呢 来判断万事万物 我们靠什么 我们看大脑逻辑思维 对不对 但是大脑逻辑思维 对人的智慧的开启 最多最多用了15%到20% 那也就是说 还有超过80%的智慧 我们是无法挖掘出来的 那有什么办法 要调动直觉的智慧 要把我们直觉的智慧 调动出来 所以呢 这个就是他呢 创造性的 绘制了一个直觉罗旁 来开启直觉的智慧 来开启潜意识的思维 来找到心理解决方案 我们看 北是理性 南是本能 理性思维 本来呢 跟我们的直觉思维呢 它是矛盾的 你要理性思维 在上风的时候 你的直觉思维呢 发挥不出来 所以呢 他要有个方法呢 把它发挥出来 然后呢 还有你看这个东西轴 东边是结果 就是我们按照理性思维呢 去找到一个结果 事情的结果 但是呢 西边呢 它又是一个游戏 这个呢 跟我们的平时 做事的风格是不一样的 我们认为很严肃的做事 跟游戏呢 就不是一回事 但是呢 这个呢 就告诉我们 我们要用游戏的心态 来工作 用游戏的心态 来工作的时候 你不是那么一本正经 不是那么古板 不是那么石板 然后呢 你的鲜活智慧 就容易发挥出来 所以很多作业的公司啊 它是提供很宽松的环境 让员工的智慧 能够显发出来 用游戏的心态 来工作就对了 所以呢 把这个 然后我们再来看 这个西兰轴 西兰轴呢 就是本能跟游戏之间 那就是我们的创造力 创造性 能够激活出来了 西北轴呢 就是理性跟游戏之间 就是我们的愿景 我们要有良好的愿景 像彼得圣吉 第五项修炼所说的 愿景呢 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公司 它的文化 它首先要用愿景 来凝聚人心 然后呢 这个东北轴可行性 这个就是在 理性思维这个层面了 理性思维 要做事情 要得到一个结果 我们要有可言报告 可行性的报告 然后呢 结果与本能之间 就是它的四消性 它的消路怎么样 资金怎么回笼 等等 这个商业的直觉呢 讲了很多很多种用法 还有讲了好多种 好多种国际名牌产品 为什么会成功 因为它用了这个直觉罗旁 然后又讲了英国和法国 联合研制的一种飞机 超音速飞机 后来为什么会失败 都是用了这个 用了这个直觉罗旁来解说 我们不展开来说了 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 直觉的大佬是一件极其珍贵的礼物 理性的大佬是一个忠实的仆人 而我们创造的这个社会 总是推崇仆人 却忘记了礼物 我们总是忘记了直觉的智慧 我们总是崇尚理性的智慧 其实呢 我们内在的智慧就开启不出来呀 所以我们通过禅的实践 就能够呢 在禅修之中 开启直觉的智慧 你看像道生和夫啊 像松下信之助啊 都会倡导他们公司的 员工要形成一个制度 去寺院禅修 为什么 因为禅修的时候 理性思维呢 降低了 而直觉智慧呢 容易激发出来呀 第四呢 就是财富不是物品 而是能量 很多人认为财富呢 就是拥有很多物业 很多地产 很多公司 但是其实呢 财富不是物品 而是能量 美国有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 戴维霍金斯 他经过了三十多年的研究 就发现了 人的每一个念头呢 都是有能量级的 你负面的念头 负面的情绪 它的能量是很低的 比方说你很后悔 这个能量级可能就才二十 然后呢 这个你的勇气 勇气呢 它的能量就是两百 然后呢 大爱 对众生的这种 无边的爱心 这种大爱 它的能量级呢 就是五百 等等 他有经过了三十年研究 他把人类的各种各样的念头 正面的负面的情绪 都呢 这个看到了他的这个能量级 他就发现了 当人的能量级 在两百以下的时候呢 他就会开始丧失能量 他就会开始越来越消沉 他就会开始呢 越来越依赖环境 越来越失去主动性 越来越失去判断力 总容易受环境影响 总容易受别人的言语呢 所左右 而当心智能量级 达到五百的时候呢 就匆忙了大爱 而当一个人的能量级 达到了七百的时候呢 就接近开悟了 而一个开悟的禅师 他的能量级能够达到一千 并且来说呢 一个能量级七百的人 他就相当于七千万个能量 能量级低于两百的人 刚好能量平衡 就是说 如果有七千万个 人他的能量级都低于两百 他总容易受环境影响 总容易呢 失去主见左右摇摆 总容易生起负面情绪 总容易呢 生起怀疑困惑 总容易贪婪愤怒 这个样子有七千个人 他的能量级呢 跟一个能量级达到七百人 这个能量是平衡的 那么他就有测试过 2006年的全世界有百分之七十八的人 能量级处在两百以下 那么每一年都会有变动 我看了一下他那个研究成果 都是在两百上下浮动 有时候两百零几等等 那么 然后呢 他就做了一个观察 观察呢 这个特雷萨修女 那么在1979年的时候呢 一辈子都在印度的加尔各达 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印度的穷人 那个伟大的修女 特雷萨修女呢 他得到了若贝尔和平奖 那么1979年呢 他就到了瑞典去领取 诺贝尔和平奖 他就问那个主办单位 说你颁奖之前的这个晚宴呢 请多少人吃饭 他当他得到 当他知道只是 花那么多的美金 只是请一百多人吃晚宴的时候呢 他就说不如这个晚宴取消吧 你把这个美金 举办晚宴的美金给我 我呢 你这个只能够过一百多人吃 我能够够一千人在印度 那么穷的国家 能够够一千人吃一年 然后呢 他得到若贝尔和平奖以后 他甚至于把奖杯都卖出去 然后变换成钱去帮助穷人 所以这个真正是无私的大碍 一个人做慈善 做到这样子的程度 不管他信仰什么 虽然看起来他是天主校的修女 其实我们就说他就是菩萨呀 他就是觉悟的圣者 然后这个教授呢 这个霍金斯教授呢 他就有观察 他就很冷静地在旁边观察 然后呢也看到了当时的报道 报道说呢 当特雷莎修女走进颁奖大厅的那一瞬间 所有的人心中都充满了幸福和宁静 所有人心中 他原来的那种烦恼 那种妄言 都不能起来了 为什么 因为特雷莎修女 她的这个能量级是七百以上啊 所以他到了一个地方以后 整个地方的人大家都觉得怎么样 都觉得很快乐 都觉得很幸福 都觉得心很宁静 那佛教里面说加持 其实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能量级的提升了 你的能量级不够高的时候 你把手伸出这个人的加持 那笑死人了 骗人骗鬼 所以呢 霍金斯教授就认为呢 修女的能量 修女的能量级呢 达到了七百 所以其实我们要修炼的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能够 能够让更多的财富 向我们飞过来 因为我们的能量提升了 对不对 我们的能量极高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真正要修炼的是什么 我们在走向财富自在的过程 这个就是修行的过程 这个就是开悟的过程 为什么 因为你要不断地照顾内心 你要不断地摆脱财富 金钱对你的诱惑 你还能够做出独立判断 还能够保持清闲的头脑 还能够拥有更广大的爱心 这个是不容易的 有一个企业家呢 他去请问一个哲学家 他说哎呀 教授啊 我最近呢 怎么觉得心里面 总闷闷不乐 我为什么开心不起来呀 我事业一帆分顺呢 我钱也越占越多啊 但是为什么我不快乐呢 然后哲学家呢 就跟他说 你来 你跟我来 然后带他呢 站到窗户边上 然后透过窗户的玻璃 看着大街 然后问他 说你看到什么了 这个企业家说 我看到街上熙熙然然 有很多人 好了 随随家呢 又跟他说 来你来 你再跟我来 然后又带他到穿衣镜面前 一个立地的穿衣镜 然后呢 叫他看着这个穿衣镜 说你看到什么 然后这个企业家说 我看到我自己 然后呢 这个哲学家就启发 他说 说你看看 当玻璃的背后呢 没有这一薄薄的一层水银的时候 没有这薄薄的一层银子的时候 你能够看到大家 而当你有薄薄的一层银子的时候 你连所有的人 你都看不见 只看到你自己了 所以银子蒙蔽了你的眼睛 人也是如此 你忙于自己的事业的时候 你要记得这个哲学家的这个比方 这个预言 你不要被薄薄的一层银子 蒙蔽住你的眼睛 你要看到人间有苦难 你要看到众生有疾苦 你要有更广大的慈悲心 你不要用自私的 执着的心来赚钱 就像我们南普陀寺院那里 老和尚庙战老和尚一样 老和尚他在你命中时 最后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老和尚将要离开这个世间了 他休闲一辈子 很安详很自在 将要离开这个世间了 然后呢 弟子们请求他留下最后一句话 最后一句开始 老和尚就说了一句话 勿忘世上苦人多 不要忘记这个世界上 还有很多很苦的人 我们可以看到老和尚 他这就是菩萨的发心了 他这一辈子都是在践行 这个都是在做慈善 都是在见识安生 都是在弘法立身 他到最后的时候 他的心都还是菩萨的心 还是大悲心 最后他的心声就是 还是告诫我们 不要忘记这个世界上 还有很多受苦受难的人 还有很多贫困的人 还有很多生活不如意的人 还有很多没有开启 内心智慧光明的人 所以呢 我们要行菩萨道 我们要义不容辞 责无旁贷地 去传递禅的智慧 佛法的智慧 来照亮这个世间 要力所能极地 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去帮助众生 帮助众生照亮内心 这个才是真正的慈善 所以呢 真正我们要修炼的是 让高能量级的念头 更多地来主持大局 更多地来主持我们的心 而不要让那些能量级 在两百以下的念头 来主宰你自己 所以当你大脑里面 冒出很多念头的时候呢 你要绝照 你要观察 这个念头 他的能量级是在两百以上吗 还是两百以下 如果他是勇气 他是大爱 他是智慧 他一定呢 是很高的能量级 你要让这样子的 高能量级的念头 来主持大局 来主持你的头脑 主持你的起性动念 然后呢 你就会一天一天 走向觉悟 走向成为菩萨 像六祖大师所说的 无念为中 无相为体 无助为本 无者呢 是无足成劳之念 念者呢 是念真辱自信 没有成劳的念头 没有妄想的念头 念念呢 都是觉醒力 念念都是智慧和慈悲 这个样子 当然你的能量级 会越来越高啊 然后第五呢 就是走向财富自在 就是不断深入 认识自己的过程 我们迈向财富自在呀 就是不断地深入认识自己 财富并不是目的 财富是一张通行证 从此以后呢 你有了自由 你可以进入到 人随幸福的旅程 财富是一艘船 你拥有了 你创造了财富的时候呢 这艘船 它就可以承载着你 让你不断地呢 可以扬帆出海 可以畅通无阻地去探索 生命这个最大的保障 所以财富它是通行证 财富它是船票 让我们可以在生命的大海里面 扬帆出海 去探索生命的 自信功德保障 财富保障啊 所以古希腊的神庙呢 古希腊的责任啊 在古希腊的神庙的十柱子上呢 刻了一行字 我们都知道哈 就是认识你自己 那么两百多年以前的 德国大哲学家 天文学家康德 康德呢 生于一七二四年啊 他十六岁呢 就读大学了 他就说他这一生呢 研究哲学 就探讨四个问题 第一归结起来呢 其实就是探讨什么 探讨我是谁 未生我前 谁是我 生我之后 我是谁 我们看那个顺治皇帝 出家诗记 也是有两句话题 古今泽人都会在探讨 我是谁 归纳起来 这个四个问题 都是回到这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能知道什么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我能做什么 第三个问题 是我能希望什么 第四个问题就是 人是什么 康德说呢 他这一辈子研究哲学 这研究就探讨 这四个问题 康德的哲学思想 集中起来 我们知道 就是集中在三本书 三大批判了 第一本书呢 是纯粹理性批判 就回到了第一个问题 我能知道什么 康德很冷静地知道 我们能知道的是很有限的 第二本书呢 就是实践理性批判 就回到了 我能做什么 第三本书 就是判官的批判 就是为前两者 来架设通道 架设通路 你看实践理性批判 纯粹理性批判 和判官的批判 康德的主要哲学思想 就集中在这个三大批判了 那么他对于 第四个问题 人是什么呢 看他认为自己 还无力解决 很理性 很客观 很冷静 这样子一看 我们中国的禅宗 这些祖师就了不起了 你看 禅宗的祖师禅 不单是讲感性认识 理性认识 你看 康德 他达到了理性认识的最高峰 但是呢 他再也不能往前进了 而禅宗的祖师禅 能够当下明星见性 动物成活 不是吹牛啊 他的认识论基础就是什么 除了感性认识 和理性认识之外 他能够超越 你看我们判断万事万物 无分是四种判断 对不对 我们用大脑来思维的时候 就是是不是 然后呢 就是肯定 否定 还有一种呢 就是不定 然后呢 就是自想矛盾 是又不是 然后呢 非是非不是 是不定 除了这个四种判断 你还能做出什么判断 理性思维的极点 他就只能够 是做四种判断 肯定 否定 不定 自想矛盾 其他再没法做了 怎么办 禅宗的祖师就突破这个 所谓的离世俱绝百飞呀 进入到什么 进入到悟性认识 你看我们四组开始 你看我们五组开始六组 怎么样 要实至本性 健至本性 记名 大丈夫 天人师 佛 所以可见呢 禅宗祖师上他能开悟啊 他除了这个理性认识之外 他超越以后 打破以后 更进一步有悟性认识 有自性认识 所以呢 开启了生命 智慧的宝藏 能够明信 见信 能够顿悟成佛 所以我们历代的那些祖师 都是能够实至本性 见知本性 开启生命 见信 智慧的人 大丈夫 成为了生命的主人 孝傲生死 生死自在 财富自在 这个样子呢 是真正的智慧 所以说呢 我们说走向财富自在 就是不断地深入认识自己 一直到明信 见信 然后 这个是第一种 实现财富自在的方法 智慧 智慧不是简单的那种数 好像我们用一些技巧 技能去赚钱 不是这个样子 是见信的智慧 是生命的智慧 第二呢 就是慈善 慈善能够成就财富自在 心量越广大 慈悲心越广大的人 越能够福报越大 财富越自在 我们知道有一种药 在广东 在福建都很通用 很多种用途 就是那个 骗宰 骗宰呢 他最早是福建 张州盛行的名药 这个药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药啊 是因为一个老和尚 有慈悲心而得来的 那个我们虚运老和尚的 他的师父是妙连老和尚 妙连老和尚 有一次惊醒的时候 看到一条蛇受伤了 老和尚就很慈悲 就救治这条蛇 一直到这个蛇康复了 蛇伤好了 这个蛇呢 很有灵性哦 他就为了报恩啊 就从山里面呢 闲来了很多的药草 来送给老和尚 老和尚呢 就依靠这些药草 来源自出来 骗宰果 这个是因为慈善的缘故 有了慈悲心 一定呢 就能够成就财富自在呀 第三呢 就是愿力 能够成就财富自在 我们有了智慧 有了慈悲心 还需要有行动力 对不对 我们需要有愿力呀 愿力能够成就财富自在 我们也讲一个 释迦摩尼佛的因地 本身故事好了 释迦摩尼佛因地的时候呢 他做菩萨的时候啊 曾经呢 到一个国家去教化众生 而这个国家呢 很不幸 突然之间呢 就发生了饥荒 颗粒无收啊 大旱了半年 颗粒无收 整个国家都处在一个饥荒状态 然后呢 福无双至 祸不担一行呢 很不幸的 这个国家呢 饥荒之外又爆发了瘟疫 大面积的瘟疫 那很多人呢 都死掉了 那这个菩萨呢 看了以后 内心忧急如焚啊 忧心如焚啊 很着急 但是想不出什么妙法 来帮助众生消除饥荒 消除瘟疫 然后菩萨就怎么办 他就来到大海边 然后就对着大海 对着法界来发愿 说 愿我呢 牺牲我今生今世的命 然后愿我能够转身成为一条大鱼 然后呢 愿众生吃了我的鱼肉呢 能够消除饥饿之苦 更重要的是能够消除瘟疫的病苦啊 这样子的发了愿以后呢 菩萨就跳到海里面 因为愿意的缘故呢 他真的是 转身成为一条巨大的摩羯鱼 非常非常巨大 然后成了长潮的时候呢 这条鱼呢 就游到了沙滩上 退潮的时候这个鱼不动 所以呢 他就搁浅在沙滩上了 老百姓一来呢 看到了一条巨大的鱼 很高兴 正是饿得慌 所以呢 马上呢 就拿刀来割这个鱼的肉吃 然后一船十 十船百 百船千万呢 整个国家的老百姓呢 都过来割这个鱼的肉吃 然后这个菩萨化现的鱼 菩萨用愿力成就的 为了帮助众生而成就的 为了 这条鱼 他为了消除众生的瘟疫 而变现出来的一条鱼 就怎么样 这个时候他很痛苦 因为众生都在割他的肉啊 这个时候他要死去很容易 他要活着很难 要活着的话 因为一直要挨受这个割肉之苦啊 但是菩萨呢 以愿力 一直呢 都忍受着这个割肉之苦 他就想着 如果我死了 这个肉会腐烂 如果我死了 那么呢 这个鱼肉吃完了 如果还有老百姓 他没有吃到的话 他们也会饿死掉 或者病死掉 所以呢 他就以愿力支撑着 用自己的菩萨的怨恨 支撑着自己的生命 不要结束 当老百姓把鱼的一面的 身体的鱼肉都割光的时候 就会去割另一面 割另一面的时候呢 菩萨发现的鱼呢 就会把这一面的鱼 再重新长出来 这样子一直一直交替循环 当整个国家几百万人 都消除了瘟疫 都消除了饥荒的时候呢 菩萨才舍弃这条鱼的生命 很多人看到这样子的 世间摩尼佛的本身故事呢 他就觉得 哎呀 这个不可能吧 神话吧 不是了 我们前面讲了能量 对不对 世间的一切都是能量 所以爱因斯坦说 物质世界只是一个幻觉 时间和空间也只是一个幻觉 世间的一切都是能量的生命而已 能量的聚散而已 所以我们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明白 世间摩尼佛因地 他的愿力为什么这么厉害 因为他发愿的时候 他说 愿我转身成为一条鱼 然后呢 能够消除老百姓的饥饿之苦 病苦之苦的时候 他的愿力就是在 呼唤整个宇宙 整个法界的能量重组 你想整个法界的正能量 当然就足以消除一个局部 众生因为业力而遭感的瘟疫呀 一个小地方局部 法界的局部 世界的宇宙的一个局部小地方 众生因为共业 所以遭感了瘟疫 那么当我们把整个宇宙的正能量 都召唤过来的时候 当然就足以转化它 就足以呢 消除瘟疫呀 所以愿力很重要 愿之所在 法能之所在呀 我们看一切佛 看一切佛成佛 他的法门的特色 都在他的愿力上 要是佛 十二大愿 释迦牟尼佛 在大碑白莲花经上面 所发的五百大愿 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等等 愿之所在 法能之所在 愿力就是法门的精髓 所以呢 愿力就能够成就财富自在 为什么 因为愿力就能够互换 整个法界的正能量 来召唤他们重组 好了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把这个第三部分讲圆满了 接下来就是第四 财富自在与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那么分为三块来说 第一呢 就是个人的财富自在 第二呢 就是团体的财富自在 第三呢 就是国家的财富自在 个人的财富自在 我们前面已经探讨了很多了 那么团体的财富自在 比如说一家企业 企业怎么能够实现 能够达到一个财富自在的状态呢 当然首先重要的是什么 是企业文化 小企业靠老板 中等企业靠制度 大企业靠文化 这个大家都耳熟能详都知道 但是这个企业的文化 它怎么样子来 怎么样子建立 当然一定离不开什么 离不开文化发展战略 所以企业的文化发展战略 是最重要的了 所以其实呢 我会推荐大家看一本书 就是当今世界最优秀的 战略思想家 明慈伯格 所著的战略历程 他就把企业的管理战略 那的十大学派呢 都综合起来 介绍了 非常龙书啊 智慧的龙书丸 十大学派也就是设计学派 计划学派 定位学派 这个三派呢 是从整体上来说明战略 然后呢 企业家学派 认知学派 学习学派 权力学派 文化学派和环境学派呢 这个六派呢 就是侧重于描绘 文化战略的制定和执行过程 最后的结构学派呢 是其他学派的综合 这本书应该不容易看 他把整个全球的这种 这种这种文化战略呀 的学派都融合起来 你要看懂这本书 起码要找十八二十本书来看 那但是呢 值得看 那么我们时间关系不展开来说 第三呢 就是国家的财富自战 财富的力量很巨大哦 你看历史上欧洲那些国家 互相打 是不共戴天的世仇哦 法国打英国 德国打法国 打来打去你看 打个不停 但是你看财富的力量有多大 财富的力量足以让法国 德国这些以前是不共戴天的世仇 这样子的国家因为经济的缘故 为了利益最大化的缘故走到一起来 成立了欧盟 发现了欧元 这个是经济的力量 这个是财富的力量啊 那么呢 我们的啊 这个财富自在呢 一定离不开整个世界 离不开全球 一个国家 它的发展也一定呢 离不开全球 因为在这么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里面 所以我们啊 这个国家的财富自在呢 一定要立足于整个全球的角度来看了 比如说你看 美国它的国家活力 可以通过它的三次货币革命呢 可以看到啊 它能够在不同的资本主义阶段 围绕着美元 霸权 货币体系 来进行三次货币革命 第一个呢 是在产业资本主义的阶段 建立了美元和环金挂钩的体系 在这个阶段呢 美国一举击败英国的霸主地位 成为世界的霸主啊 然后呢 在金融资本主义的阶段呢 建立了美元和石油挂钩的 技价的机制 然后现在呢 在生态资本主义阶段呢 它建立了碳 碳和美元挂钩的呢 技价的机制啊 那么呢 所以呢 它这个 全世界都以美元作为货币 作为 兑换的一个 一个主流货币啊 可以看出它的这个 国家的活力 那么第二点呢 我们看国际分工体系的大调整 原有呢 是一个三角形的国际分工格局 现在呢 被两个支点的分工格局呢 所替代了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呢 世界的经济形成了 一个三角形 有一些国家是资源国家 有一些国家是生产国家 有一些国家是消费国家 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形 所以全世界的经济呢 繁荣了二十几年 从上个世纪90年代 一直到08年 次贷危机爆发 这是一个三角形的 国际分工体系啊 一个格局 资源国家 你看像澳大利亚 像俄罗斯 像海湾那些石油国家 他们提供资源 生产国家 你看像德国 像日本 像中国 像韩国 这个都属于生产国家 消费国家 你看像美国 像英国 美国他只要掌控金融 这个最高端 然后呢 超前消费 然后呢 又又用 发行美元债的方式呢 中国买他的美元债券呢 他又把美元 这个收回来 把财富收回来 这样子呢 他是一个消费国 还有英国 英国他的金融 虽然不是他本国 他的金融主要是提供一个平台 为那些海湾石油国家 提供金融服务 然后呢 他就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一个经济生态链 所以呢 算全球有了二十多年的一个经济增长 但是呢 因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呢 这个平衡被打破了 未来能够主导国际分工的只有两类国家 一类呢 就是拥有稀缺资源的国家 像我们中国的那个稀土资源 占到全球的百分之八十 这个是很重要的了 掌握了这个稀缺资源 就掌握了世界的未来呀 第三类呢 就是掌握低碳技术的国家 第三个呢 就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大调整 低碳经济将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的引擎 过去呢 世界经济的增长方式是高碳增长模式 新兴的经济体呢 大量的来消耗化石能源 来消耗石油 那么眼下呢 因为次代危机的爆发 我们看到这种方式不可为计呀 难以为计呀 所以要能够转变为清洁能源 核能啊 太阳能啊 风能啊 这些呢来作为经济增长的基因 所以我们看最近的新闻呢 李克强总理呢 亲自兼任国家能源委员会的主任 好几位副总理呢 都是兼任国家能源委员会的副主任 那就可见国家层面 国家战略层面呢 对能源的注重 那么其实呢 这个是整个全球的 一个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大调整 我们如果走在前面呢 当然我们能够迅速 保持这个发展势头啊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呢 就曾经说过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 那么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 无论他们把伊拉克也好 把利比亚也好 本质上都是为了石油嘛 如果你控制了粮食 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如果你控制了货币 你就控制了整个世界 那现在呢 我们其实可以加以就是什么 如果你控制了稀有金属 你就控制了世界的未来 世界的未来 所以呢 这个是从国家层面呢 讲国家的财富自在 其实我们中国上古的这个 四书五经呢 有很多关于国家实现财富自在的教导 我们看大学 我们有引用一段 大学 道德重则德国 施重则施国 是故君子先圣乎德 有德此有人 有人此有土 有土此有财 有财此有用 德者本也 财者木也 是故财聚则明善 财善则明聚 生财有大道 生之者重 食之者寡 为之者急 用之者疏 则财痕足矣 人者以财发生 不人者以生发财 大学呢 是孔子的学生曾子 他所写的心得论文 他学习孔子的思想 他的心得论文 就集中在大学这篇文章里面 而中庸呢 是曾子的学生 也就是孔子的孙子 所写的心得论文 这个当然是常识 大家都知道 那我们从宋代开始呢 就把编读到礼记里面的 这个两篇 大学中庸啊 这个两篇文章都抽出来 就与论语与孟子呢 就合起来 合成为四书 作为根本的典籍 那么偶艺大师的四书禅解 上面有个非常透彻的开始 他解释这个文章的题目 大学 什么是大学呢 大者心也 学者绝也 学习心的觉悟 就是大学 我们现在的大学 是符合这个标准吗 不符合了 我们的大学 不管你怎么搞 你就考到博士后 你还是积累了很多知识而已 你的心觉悟了吗 没有了 不是了 所以我们的大学 其实不符合这个大学的定义啊 心的觉悟才是大学 心的解放 心的生命的觉醒 才是大学呀 你看 开悟的主持就是不同啊 两句话就把问题说清楚了 大者心也 什么东西最大 心最大 心包太虚 亮周法界呀 学呢 学什么 学觉悟啊 所以 学习觉悟 才是真正的大学呀 我们来看这段好了 得众 道得众 则得国 师众 则失国 能够得民心 就得天下呀 如果能够 我们能够悟得大道呢 那么生财 就是大道 财富自在 也是大道 所以我们一直讲 走向财富自在的过程 就是开悟的过程 所以呢 偶尔大师说 若物大道 则生财 亦大道 不于大道之外 别伤 生财 亦 不是另外有一种伤道 不是另外有一种商业智慧 能够让你生财 能够让你增长财富 这个本身 就是大道 就是让你觉 觉醒 就是让你见性的大道 用人理财 是凭天下药物 要用好人 要理好财 要选对人 要为天下来理好财 这个是凭天下的药物 皆以圣德为本 圣德是先物性体 用人是智慧庄严 理财是福德庄严 偶尔大师就把这个话 就说透了 把这一段就解释透了 圣德是什么 要先物得我们的心的本体 然后才显现智慧庄严 福德庄严 用人是他的智慧庄严 理财是福德庄严 来庄严国土 来利乐友情 来建设一个美好的世界 物质丰富的世界 所以说大学上说 引用楚书 楚国无以为宝 为善以为宝 什么是宝贝呢 善心是宝贝 善心是真正的宝贝 人者以财发生 就是懂得人道的人 懂得人意理智性的人 乌拉大道的人 他善于运用财富 就可以发展一生 能够扩展开来 成就功名事业 成就能够兼济天下 所以说这个叫以财发生 不失财富来救济众生 不失财富来安天下 不仁者以生发财 不懂得人的人 不懂得大道的人 没有迷信见信的人 他只是以他本身的能力 来赚钱 拼命奋斗 来求取发财 所以说以生发财 他这一辈子 为了得到外在的财富 而失去了他内在的心的宁静 他的心越来越麻木 越来越迟钝 越来越没有爱心 这个样子是失败的 是以生发财 从修行上来说 以财发生就是修六度 称性而起原因佛性 我们在不失财富的时候 你看菩萨的六度 四色都以不失度为先 以这个样子作为原因佛性 来启发众生 让众生跟众生 与佛法接下一个因缘 一个解脱的缘 然后开显他的本具佛性 正因佛性 然后成就了因佛性 圆满成佛 这个是以财发生 以财发生 而以生发财 就是去修那些有漏的善法 虽然说得到人天福报 但是还是常在绅士轮回之中 广仲 他的著作就称之为广子 广子上面说 凡自国之道 必先复明 民富则亦自也 民贫则难自也 老百姓富有了 这个国家荣誉治理 所以我们的中国梦 我们的注重名声 其实都是希望能够复明强国 是以善为国者 必先复明 然后自知 广仲是个很了不起的人 他就辅佐了齐桓公 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五霸之首 所以有一些西方的管理学家 认为中国没有管理学 其实不是了 广子 就是世界上最早的管理学 那么他对于怎么样子 去创造财富 怎么去实现一个国家的财富自在 有很多精辟的论断 怎么去管理一个国家 齐国的霸权地位 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 建立在财富丰足的基础之上 财富丰足是有什么来的 是因为广仲提供了很多很好的建议 比方说煮海盐 煮海水来煮出盐 来卖给其他国家 国家专营 齐国政权专营 这个是一个最早的盐铁钻卖权 然后让国家非常富有 非常兴盛 孔子讲到管理的时候也说过 君子会而不费 劳而不愿 欲而不贪 太而不骄 威而不猛 这个五句话 孔子用这个五句话叫不 管理知道就说得很透彻了 慧而不费 就是施以恩慧而不浪费 对人呢 对部下 对员工 对属下 要施以恩慧而不浪费 慧而不费 劳而不愿 但手下的人呢 他努力工作 而让他们又没有怨气 很体贴他们 很关心他们 劳而不愿 欲而不贪 西方每一个手下都敢于去创造财富 追求利益 而不贪婪 这是欲而不贪的 太而不骄 心情很平和 很淡定 但是呢 不骄傲 不骄慢 取得成就的时候 没有傲慢心 没有骄慢心 威而不萌 表情呢 很庄重 很威严 但是呢 并不凶猛 这个样子呢 用五句话呢 就把自人之术 管理之道呢 说得很透彻了 管理之术呢 这样子做的这个五句话 就是恰到好处了 这样子呢 实现财富自在 我们再看最后的五 就是禅与财富自在 其实呢 广义的财富呢 不单单是指物质的财富 更是指精神财富 更是指灵性智慧财富啊 其实呢 我们走向财富自在的 四个阶段 就是禅修的过程 禅者的修行 有三层境界 第一个呢 就是孤丰独树 就像我们百丈 海海禅师说 独坐大雄风啊 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独立 这样子的一个呢 胸怀 是觉悟大到以后的生命 自我满足的状态 真正的满足 因为真正的误导了 自己本质圆满 自己的信德 本质圆满 不需要外求 凡夫呢 因为心理学上的投射的原理 总认为自己现在 不够有智慧 不够有财富 所以呢 投射到未来 希望有一个更美好的 更圆满的未来 但是这个可以实现吗 不是了 成就在当下 圆满也在当下 自信本质具足 你首先要误导你本质具足 不是向外求 当你向外求的时候 你就脱离了你这个生命的本体啊 西方哲学 讲局部组成整体 东方哲学 讲整体组成整体 每一点都是全息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整个的法界 都是圆满具足的 当你认为你有局限的时候 你就跟你的这个信德 跟你这个完整的信德 就割裂开来了 你自己把自己切开了 所以呢 整体组成整体啊 一切都是全息的啊 然后呢 觉悟了以后呢 他得到了 这个样子呢 知道本质具足 所以呢 心灵有巨大的力量 心灵力量呢 获得了 这个样子呢 是称为孤丰独树 第二个阶段呢 就是力处皆真 就是安住 安住 第一个是独立 真正的独立 摆脱了环境 不受环境的控制 不受他人的影响 真正的独立 力处皆真的就是安住 能够从二元对立的状态之中 解脱出来 能够从能所对立之中 解脱出来 能够从分别念之中 解脱出来 像灵迹一玄禅师 所说的啊 随处做主 力处皆真 力处皆真 这个是禅的心法呀 能够随处做主 能够力处皆真 那么你真正的展现了 生命的自在 生命的财富 第三呢 就是做牛做马 就是奉献 就是呢 自己觉醒呢 要为大众觉醒 所以呢 甘于奉献 看我们这个牛头三法 荣禅师就是如此 他没有得到 世主道姓禅师 度化以前呢 他禅定啊 功夫很高 清元献果 白鸟咸花 清元都来献果实 来供养他 白鸟都咸花来 庄严他 但是呢 他得到 世主道姓度化以后呢 他反而没有什么 神通了 他也不禅修了 他每一天都下山去卑米 来供养大众的道粮 为什么 因为他见性以后呢 他的大悲心呢 是帮助一切众生 都要觉醒了 所以欲为诸佛 龙相 先做众生 马牛 有这样子的心 来做慈善 来奉献 我们讲一个 最后呢 讲一个禅的公案好了 我们可以知道呢 我们的性德 本质具足 我们生命的财富呢 是本质具足的 所以呢 是 能够真正悟道 就是真正的能够财富自在呀 有一天呢 我们 马祖道一禅师的三位最得意的上手弟子啊 都陪着他赏乐 刚好是一个八月十五中秋的夜晚 西唐智障禅师 百丈怀海禅师 南权普愿禅师 他们呢 都服侍着 马祖道一禅师 一起来欣赏中秋的明月 那 马祖说呢 正特末时日如何 西唐曰 正好供养 百丈曰 正好修行 南权 浮秀便去 马祖云 金入藏 禅归海 唯有普愿 独操物外 其实 就是说什么呢 对于那个障碍很薄的人 他在晚上啊 一轮明月 欣赏的时候 整个法界都很安静 很和谐的时候 很光明交接的时候呢 他的信德 他会显现出来 自信的光明会显现出来 嗜欲生者天机浅啊 嗜欲浅者天机深 对于那些障碍宝的人呢 他的自信的德能 自信的智慧光明会时时显发出来 尤其是在这样子的环境的时候 或者说呢 在海边 我们看到蓝天白云的时候 很宁静 很自在的时候 都是呢 我们的本觉智慧呢 他直接显现显露的时候 我们比较容易体会到 这种超越能锁的本来面目 所以呢 马祖大使他所问的呢 就是本觉智慧显现的时候 你们要如何 你们要怎么办 西唐智障禅师呢 就说正好供养 来供养我们自身不离的佛性呢 这个当然对不对 当然对 他也是见性的禅师嘛 但是呢 他这个与经教比较接近 修供养 是属于跟教下比较近 所以呢 他的师父评判说 经归障 经教归智障 归西唐智障 禅归海 淮海禅师说正好修行 这个符合禅宗 禅宗呢 是重视行 胜于言的 重视你要用行动 来显露你的证物 因为语言一说呢 就掉落到相对法了 就有能说了 所以呢 正好修行就体现了禅的特质 所以说呢 禅归海 禅的心法 归百战怀海 蓝拳 普愿禅师 他更利落 他直接的拂袖而去 根本就不把这个本心显露 当个东西当回事 事实上呢 这个就是能所脱落的 更利落 更干净 更干净 所以呢 他的师父赞叹 他说 唯有普愿 独操物外 这个赞叹是无以复加的 唯有蓝拳普愿 他超愿能说 他是呢 最究竟 最彻底 一点啰嗦都没有 一点扎子都没有 一点脱泥带水都没有 独操物外呀 所以呢 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开启 禅的智慧 让禅的智慧照亮我们的心 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 成就人生境界的富贵雅绝 开启我们内心的智慧 生命不断的提升 走向觉醒 这样子我们这个生命 才最有价值啊 然后呢 成就财富自在 创造财富 然后呢 广力财富 运用财富 然后呢 生命本身就是财富 祝愿我们的国家呢 更加繁荣新盛 祝愿世界和平 祝愿大家呢 福慧真上 六十吉祥 与佛呢 心心相应 佛陀念花 我们慧心一笑 大家吉祥 阿弥陀佛 祝愿大家